今天是2022年9月29號 我是齊天資訊的偉人 好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 要跟大家討論一下H50的交易策略 H50的交易策略 那我想這個商品 我們之前介紹過蠻多次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沒有很陌生 那我們要如何在這個地方做更好的交易 那我們知道平常我們都是以撐壓圖的方式 來尋找這個買進賣出的機會 所以也是一樣 一開始我們要先畫一下簡單的撐壓圖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趨勢 因為它有破底對吧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換兩條趨勢線 甚至第三條 這裡也可以畫 那因為H50 雖然說它的流動性已經進步很多了 可是因為最近行情太快了 所以偶爾會有這種插針的現象 就突然一根往上 好 那這種會讓我們的 慣性跟延續性大大被破壞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都把它畫出來 供大家來做參考 供大家來做參考 好 那首先 首先 你可以看到有兩條比較大的向上趨勢線 跟一條比較新的 那這條其實已經失效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有提過我的習慣 只要被碰觸不管碰觸的再少 我都把它視為什麼 碰觸突破 所以對我來說 在這個位置或在這個位置 它的趨勢性已經有所怎樣 有所改變 因為在這裡 在這裡 它已經讓下降趨勢線被破壞了 當然它後來又怎樣 又破底了 好 所以呢 不能抓這 是要抓這邊 好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空方的狀態 欸 那我還是要繼續把它畫成死心 那是它是對的 好 所以目前呢 目前呢 那個趨勢是一個空方的狀態 那空方的狀態 我們要做兩件事 一個是不斷的找去突破追空的點 那一個呢 去找尋樣轉折做多的點 那第一個當然是把前面這個壓力區間 然後畫出來 把壓力區間畫出來 好 那我用綠色 我用綠色 好 然後再來呢 呃 你可以想啊 今天它在做這類型的震盪的時候 來我們看一下 H50平常的震盪幅度是多少呢 來我們看這個 呃 正幅 哦 不是當日 是正幅的分布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查一下 H50 H50 好 復始中國指數 好 然後呢 用短一點的時間 可能用 從2022進 比如說 三個月齁 三個月 來做這個研究 所以你看喔 它平常的正幅分布是在 50點以內 是7成 7成 然後9成5是100 然後呢 震盪幅度是54到-57 所以我想的 抓50到60左右 當停損區間喔 應該是蠻適合的齁 所以往上拉 50到60點 當平 停損區間 大概是可以在哪裡 在這個缺口的位置 這還是80點左右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把它下一點點 好 好 所以呢 呃 我們目前知道的就是 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什麼 是有一個壓力存在的 是有壓力存在 因為它原本的支撐 在這個地方 轉為什麼 轉為壓力 好 那我在這個地方呢 就把它標成綠色的 可以齁 好 所以 當它重新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會認為 它反彈回來 會是一個好的空點 那是空點之後呢 破體的機率就這樣 就很高啦 可以齁 所以齁 我們就畫出來 那當然呢 到轉折線的時候 你要把它怎樣 暫時拼掉 除非你有看到更好的機會齁 好 那邏輯上會是這樣 那有人說 那如果它突破了怎麼辦 那突破我不是要馬上做 我要等它突破 下踩 又站上 我再來踩考做 那考慮做什麼呢 做到哪個位置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轉折位置 第二個呢 就是更上方的什麼 壓力區間齁 那我把它標一下 更上方的壓力區間在哪裡呢 很多人說 欸是不是突破這裡 然後就 就會打到壓力 其實不是 突破這裡 就表示這邊的空單 全部怎樣都輸錢 所以其他應該在更高一點的位置齁 所以如果是我去畫 我去畫 我一定是畫這個缺口的範圍齁 好 把它標出來齁 呃 這個地方呢 就是如果我後來改做多 它的目標位置齁 它的目標位置 那我把改做多的路徑齁 也畫給大家看一下 剛跟大家說齁 在哪邊出單相對比較安全齁 所以如果是 它有突破這邊 我們不直接追 在這裡不直接追 我們要等待什麼呢 等待二次拉回 拉回之後呢 在這裡做一個轉折 然後轉折之後呢 就可以 更強的噴出 然後小型回檔又空 然後最後 直接站上 主力的位置 好 所以如果呢 你覺得這套交易方法是還不錯的齁 那你就要練習去做分類跟整理 那分類跟整理的意思就是 你要去分類說 怎樣是漲 怎樣是疊 怎樣是盤整 然後去知道 漲平均時間是多少 疊平均時間是多少 相對比例是多少 然後 盤整 佔全部的比例是多少 你也要都知道 那都知道了之後呢 你自然就可以做出適合的規劃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 分享到這裡齁 相信大家都應該能 好好的留守表現 大家加油囉 掰掰